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幸福人生 都说做父母的手不能伸太长 不要过度干预儿女的事儿 否则只会搅混一池浑水 弄得个里外不是人 我表姨就是个万人贤 现在下场也非常悲惨 造成这一切的不是别人 正是我表姨自己 做天做地的一个老太太 表姨这人用我们当地话叫有点二虎 每天杂杂呼呼的不知天高地厚 如果形容一个人智商满分是一百分的话 表姨可能也就六十分 但表姨养了一个好儿子 大学毕业之后 又一股作气考上了我们当地的公务员 工资虽然不高 但是伴儿有面子 自从儿子当上公务员之后 表姨在村里就得瑟开了 整天趾高气昂的像枝花孔雀 就怕别人不知道 他儿子在政府口当公务员 一晃表姨到了该结婚成家的年龄 没用表姨着急 表姨就带回了女朋友 是她的初中同学 从小无父母 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初中毕业后上的师范学校 现在在我们县幼儿园当老师 女孩长得很漂亮 个子不是太高 但是配我表姨绰绰有余 可我表姨摆足了婆婆款 听儿子一说女孩的基本情况 当时就不乐意了 一是嫌弃女孩的家境 女孩家一穷二白 爷爷奶奶带大 对儿子没有丝毫帮助 儿子好歹是公务员 起码应该找个城里女孩 二是嫌弃女孩无父无母 命太硬 三是嫌弃女孩的学历太低 小中专的学历配不上她那本科儿子 四是女孩个子太矮 会影响子孙后代的身高 总之女孩受到她百般嫌弃 怎么低也配不上她的宝贝儿子 可这场亲事无论她怎么反对 表弟也没听 坚持娶了那个女孩 两人结婚两年多后 女的肚子一直没动静 表姨说话就不好听了 各种的尖酸刻薄 本来不着急的弟妹只能去医院检查 这一查还真查出了毛病 表弟妹疏卵管堵塞 好像还有点严重 有病就治 于是表弟带着媳妇开始治病 他们直接去了北京 中医西医都找了 几番努力下来 医生下的结论是弟妹的病彻底治好了 俩人可以要孩子 又是两年过去 弟妹的肚子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表姨这会儿彻底沉不住气了 丝毫没想过是不是自己的儿子出了问题 依然把不孕不育的这盆脏水泼到了儿媳身上 他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儿媳妇 为了给他治病 又花了一大笔钱 可钱花了依然连个蛋都不下 于是表姨闹腾着非让儿子离婚 他儿子的意思是 这孩子可有可无 有了更好 没有他们俩人一样 可以过一辈子 可表姨不依不饶 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说儿媳妇儿站着毛坑不拉时 天天坐车去儿子家大吵大闹 后来更是发展到去儿媳单位无理取闹 小两口都被这个不讲理的妈弄得心力交瘁 表姨父知道后 让她少管子女的事 但表姨根本听不进去 依然我行我素 在她的几番闹腾之下 儿媳妇和她的家人终于受不了了 主动跟丈夫提出了离婚 表弟死活不同意 可表弟妹吃了秤妥铁了心 表弟的第一段婚姻 就在母亲的搅和下离了婚 表弟离婚后曾经非常沮丧 除了上班就在家里躺尸 但他妈妈却很开心 认为儿子终于离开了那个桑门星 于是四处托人给儿子介绍对象 提的条件还不低 必须是公职人员 最好是城里的 女孩的身高不能太低等等 反正第一个儿媳妇欠缺的 她想通过这个全部补上 可她恶婆婆的名声已经打出去了 正常人家谁敢再把闺女送进狼窝呢 所以表弟的婚姻并不怎么顺利 相亲的到不少 只是没有一个成的 表弟还在相亲 她前妻却已经结了婚 小县城就那么大 朋友的朋友可能就是一个圈子里的 没几天表弟就知道了前妻怀孕的事 表弟略微一想就想到了什么 于是立马去医院做了相应的检查 这一检查 表弟拿着报告想哭的心都有了 医生的话还在他耳边想着 你是若精精子活力太低 比较严重 想治好的肺一番周折 此前她母亲还看不上她前妻 殊不知人家的病好治 而表弟的病却是导致媳妇不能生孩子的根本 就这样她开始了治疗 中医西医看了个遍 药也又吃了个遍 折腾了一年多再去检查 精子活力还是太低 后来她才知道大部分人的这个病是可以治愈的 但是小部分人因为体质问题痊愈比较难 可能她就是属于那小部分人里面的一个吧 当她把结果告诉父母后 表姨父倒没什么 表姨却护天枪地 骂老天爷对她不公平 她认为自己没做伤天害理的事 怎么老天妃得让他们家段子绝孙呢 表姨父看得很开 她主要担心儿子以后的养老问题 于是给儿子建议 既然自己生不了 儿子最好能直接娶一个带孩子的女人 只要真心对人家的孩子 跟自己亲生的没啥差别 这样儿子上了年纪也有一个保障 表弟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 因此就同意了表姨父的这个建议 找黄花闺女不大好找 但找带娃的还是比较容易的 表弟二婚了 对方是个护士 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 男人因车祸去世 这个表弟妹之所以跟着我表弟 是因为表弟对他女儿视如己出 并且跟他坦白自己暂时不能生 表弟妹反正已经有了女儿 再生不生已经无所谓 所以提出的要求就是一定要对女儿好 吸取表弟上段感情的教训 还提了一个要求就是公婆不能干预小两口的生活 表弟再婚本来是一个双赢的事 可表姨不知哪根筋抽了 又开始做了 他明明知道自己的儿子有问题 这辈子可能生不了孩子 却偏偏看不上儿媳妇带来的那个小女孩 认为那是别人的种 不是他们家的血脉 认为他们花着自己的钱给别人养孩子 说到底还是自己吃亏了 因此对那个小女孩充满了鄙视 私下里称孙女为小野种 真是难听之极 当着儿媳妇的面 她装得挺好 可只要儿媳不在跟前 哪怕儿子在她跟前 她也毫不掩饰对这个小姑娘的嫌弃 脏话白眼全部奉上 孩子虽然小 但是也能分得清 谁对她好 谁对她坏 回老家没几次 孩子就知道奶奶不喜欢她 爷爷是真心对她好 因此每次回老家 孩子就成了爷爷的小尾巴 爷爷走到哪她跟到哪 至于奶奶 不到万不得已 她是绝对不会靠近她的 针对表姨对孩子的嫌弃 表姨父没少跟她吵架 甚至还动了手 表姨父让表姨少惹事 只要儿子不介意 她一个长辈去做什么妖呢 更何况儿子身体情况摆在那里 有这个孩子是锦上添花的事 求之不得呢 可表姨就是拐不过这个挖 死活认为孩子是别人的 因此只是表面装作接受了这个孩子 背地里依然嫌弃的要命 儿媳妇也不傻 时间一长 儿媳妇也看出婆婆不喜欢这个孩子 本来他们每半个月回一次老家 这样一来儿媳妇就不带着孩子回去了 每次都是表弟一人回去 对儿媳妇来说 婆婆对孩子的态度虽然令人不舒服 但她想得很开 说到底她是跟自家男人一块过日子的 只要男人对她好 婆婆的态度无关紧要 更何况公共对他们很好 所以日子也就这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了下去 可令谁也没想到的是 本来已经给自己判了死刑的表弟 在二婚两年多后 竟然让媳妇怀孕了 这让他们一家欣喜若狂 表姨父得到儿媳妇怀孕的消息之后 立马挨个通知所有亲戚 给我们分享她的喜悦 她把这一功劳归到儿媳妇和孙女身上 说儿子命里应该无子 只是因为孙女命里有弟弟妹妹 所以才给儿子带来了孩子 可令我们惊掉下巴的是表姨知道消息之后 不但没有高兴 反而还阴阳怪气 闹了半天 我们才知道她之所以阴阳怪气 是怀疑这个孩子不是她儿子的 理由就是前几年儿子已经被医院判了死刑 若惊还是特别严重的那种 吃了好几年的药都不见好转 怎么再婚之后就能让儿媳怀上孕了 科学都无法解释的事儿 所以她只能怀疑是儿媳不守妇道 穿上了别人的种 给她儿子戴上了绿帽子 表姨的无脑令我们无语 都听说过占便宜 没听说过主动给自己儿子捡绿帽子戴 表姨就像有证据一样 口口声声给一众亲戚宣扬她儿媳给儿子戴了绿帽子 因为她儿子不孕不遇多年 医院白纸黑字的诊断证明在那摆着 还说他们家本来养别人家的孩子就已经够冤的 儿媳这会儿倒好 又弄来一个野种 真是把她儿子当成了冤大头 亲戚们都劝她不要说这种无脑的话 特别不要外传 她儿媳是什么人我们都知道 善良本分 绝对不是她口中的那种人 更何况她一个长辈 张口闭口 就是儿媳搞野汉子 让任何人听着都觉得刺耳 亲戚们阻止她说 她还一本正经的反驳 我真没说谎 那孩子绝对不是我们家的 否则天打五雷轰 我妈老是叹气 表弟那么憨厚的人 有个二百五的母亲真是无奈 有个这样的母亲 表弟的日子能过顺利了 那就不对了 表姨这个无脑的 竟然还把怀疑说给儿子听 表弟一听就火冒三丈 气得当时差点把家给砸了 她质问母亲是不是不想让她过得幸福 否则怎么一看她幸福就要搞出事儿 表姨还阵阵有词 医生都说你生不了孩子 那她这孩子哪来的 表弟气得都笑了 医生是说我这情况比较难治 但也没说治不好 真没见过你这当妈的 人家都家丑不外扬 可你倒好 咱家本来没有家丑 硬生生的被你生出家丑 你别给我疑神疑鬼 省得我不认你这个妈 可表姨还是疑神疑鬼 表姨父知道后把她揍了一顿 表姨依然不老实 还在外嚼舌头 表姨父想杀人的心都有了 于是不故意把年纪警告妻子 她再惹是生非就离婚 表姨害怕离婚 这才不情不愿的不再散播了 表姨闹这一出 让村里人看了个大笑话 都说见过傻的 没见过这么傻的 造谣造到自己儿子儿媳身上 表姨这是傻到家了 时间一长儿媳不可能不听到风声 把儿媳气得呀 都不想生了 也就月份大了 不能流产 儿媳当时就找到婆婆 对婆婆放话 这个孩子如果不是他们家的种 她会一把把孩子掐死 如果是他们家的种 婆婆这辈子别想看孩子一眼 儿媳妇的妈在家照顾自己的孙子 所以儿媳肚子大了之后 是表姨父去伺候的 儿子坚决拒绝母亲上自己家 她直接告诉母亲 以后儿媳怎么对她都不为过 母亲的所作所为 放在任何一个女人身上都不能忍受 妻子没跟她离婚已经算是好事了 所以以后她只管为她养老 至于妻子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 孩子半满月酒时 家里稍微带点关系的一众亲戚 有一个算一个全被邀请去了 其实哪需要做亲子鉴定 看到孩子的人不约而同的佩服血缘的强大 那个墙堡里的婴儿就是表弟的缩小板 里面见或有母亲的影子 孩子成了最好的证明 表姨的谣言不攻自破 所有的亲戚都来了 就差孩子的亲奶奶 不是她不想来 而是儿子媳妇不让她来 儿媳宁愿让公公伺候月子也不让她来 特别是表姨听亲戚说 孩子跟儿子一模一样时 那个抓耳挠腮 她想看孩子 但儿媳放话 你说过这孩子是野种 你还看什么呀 想都别想 没门 她每次上门都被儿媳轰出去 带的东西也被人家摔出门去 儿媳对她只有一句话 我们家这个是野种 她不配有奶奶 孩子一直是爷爷带的 孩子从出生到现在奶奶硬是没抱过一次 只能趁爷爷接孩子放学的时候 站在旁边看看 不敢抱 怕孩子回家告诉母亲 目前孩子都八岁了 儿媳妇应是没让孩子见过奶奶一次 目前堂弟每个月回家一次 给母亲点零花钱 带点好吃的回去 表姨父自从儿媳怀孕后 就一直在儿子家帮着做饭带孩子 老两口已分居多年 留表姨一个人在老家孤孤单单 每到过年过节 表姨回去看看母亲 然后就回去跟老婆孩子还有父亲一起过节 表姨一人在家孤零零的 她就给我妈打电话 叙叙叨叨 无疑就是儿媳太狠心 这么多年还不原谅她 害她连孙子都见不着 好像儿媳才是罪魁祸首 表姨如今的下场完全就是她自己做的 表弟知道如果想过自己的安生日子 必须远离她的母亲 更何况她母亲一直没有诚心接受大女儿 如今有了自己的孙子 更是接受不了别人的孩子 如今这样就挺好 我妈说 像我表姨这种自以为是的人 她是认识不到自己错误的 更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对人家造成的伤害 她认为什么事都可以翻篇 却不知道有的人是记仇的 更何况她犯的是原则性的错误 真的没人能原谅她这种错误 表姨的二虎害了她一辈子 真的是自作孽不可活 真的可以翻译到我 她的评论 也不可能是她的 都她不会卖给你 我给她的评论 我们的评论 我们的评论 她们都可以翻译了 我可以翻译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